雪花一片 尖一片 春天的荷欢山又下起雪来了 下雪下了一个晚上 隔天天一亮 荷欢山已经是美丽的银白世界 矮白雪白了山头 但闻雪而来的游客 上山状况真不少 已经加装雪练的小客车 仿佛在雪地流冰 方向盘就快控制不了 不止小车 大车也险些 hold不住 上山赏雪 但积雪实在太厚了 怕发生危险 所以不少车辆纷纷打退堂鼓 荷欢山的气温值 若目前零下三度 雨不停的下 湿度也够 所以从24号晚间9点多 河欢山下雨转变成下雪 积雪已经超过30公分 比玉山的雪还要厚 玉山的排云山庄 目前积雪将近15公分 预估白天雪还是会不停的下 再加上适逢小周末 游客陆续上山追雪 不过一定要当心 积雪露华 接红杰明 SNG小组南投报道